即使戴着口罩,也要让客人看到你在校,走路是不允许的,要小跑,客人杯子里的水滴于一半,要立马去上,锅里有一点浮沫,要赶紧撇掉家汤。 田慧是无据细地介绍着他在海底捞的工作细节,年前,他被一家新闻网站裁员,我有预感,但还在祈祷能不能晚一点,我还没找到下一个落脚点回到家,田慧对着手机倾诉。 27岁,没工作,没爱情,没存款,被房东赶走。细数现状,哭了起来。 在接受酒派新闻采访时,他说投了几十家公司,简历都失陈大海,只好开始找兼职。 海底捞的食心是21元,算一算,确实比我之前当记者高。 而且管两顿饭,油水很大,我还胖了一点被裁之后,田慧没敢告诉父母,自己买了点酒和营养品,准备过年带回家,说是单位发的。 回家前,店长知晓了他以前当过记者。 店长觉得我是卧底,我好像又要失业了田慧在海底捞的工作餐。 视频截图,以下是田慧的讲述,一,海底捞的食心比记者高。 我以前单位的记者需要自己去找项目,对方给宣传费,我们写报道,一个项目大概会持续半年。 2022年,我找不来项目,被困在家里,写一些本地的稿件。 想想这一年,我也不知道在干嘛,好像躺在床上玩手机,时间就过去了。 一整年,我只拿到了底薪,3500元一个月。 年底,单位发不出工资了,领导跟我们谈话,让我们自己去找项目,不然就不发工资。 就是变相逼你走。 那个时候我也谈了个好项目,给一个学校做宣传。 我当时策划书都写好了,得有十几页,后续的流程写得很清楚。 可是在谈价格的时候,对方拿不出钱。 12月最后的那几天,我收到了离职通知。 挺难受的,我就想你为什么不能晚几天。 我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。 觉得这两年在公司付出蛮多心血,突然间没有了,也会有一丝不甘。 我住的隔断房,房间十几平米,租金一个月要一千多。 还得吃饭生活,再加上我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,根本不够花。 所以裁员之后我拍了视频,说自己是失败者。 视频里我哭了,没想到竟然哭上了热门。 曾经的办公室,受访者共图。 我投了几十家公司,都时辰大海,就开始找兼职。 第一份兼职是在蛋糕店,只在休息日工作。 从上午9点干到晚上9点,一个小时12块钱。 一天就是144元,够我吃好几天了。 元旦之后,海底捞说缺人,我就去面试了。 面试不难,他们不要太胖的,怕走路几道客人。 也不要内向的,毕竟要唱歌。 我平时就是射牛的性格,很容易就被录取了。 兼职是上四个小时班,刚开始是下午4点到8点。 后来凌晨缺人,我就调到了晚上9点到1点。 海底捞的服务是没得挑的。 虽然平时戴着口罩,但也要笑,我的眼睛是圆的。 笑不笑不容易看出来,还经常被领班提醒。 服务的时候眼睛不能偏离客人一寸。 一个人要看三到四桌,我们不能站,不能走。 只能小跑,一刻也不停,手上不停,脚上也不停。 如果客人杯子里的水低于一半,就得赶紧加水,锅里有一点浮沫就得给打掉。 然后咬汤,客人需要什么东西立马准备。 我刚开始老是忘了打浮沫,还有加汤的时候。 汤壶上的标签太小,会加错。 不过我比较顺牛,给客人聊聊天。 道个歉,他们也不会在意。 刚开始是挺累的,工作的时候不让拿手机。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少步,估计得有两万步。 但看看全职的哥哥姐姐,一干就干12个小时。 他们年纪还比我大,我有什么资格说累? 海底捞的时薪是21元,算一算,确实比我之前当记者高。 而且管两顿饭,油水很大,我还胖了一点。 二,感觉自己挺努力但不顺。 我感觉自己还挺努力的,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不是很顺。 高考的时候,我三门主科的平均分超过120。 但文宗选择踢图卡图串了,只考了150分。 以我当时的能力是可以上个211的。 想过复读,但那一年我高中不招复读生了,要读的去隔壁市。 我想算了,考个本科就行,反正以后是要考研的。 大学还是在山东,选择经济学,想着这个专业好找工作。 我家条件不好,还有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。 刚上大学的时候,我爸出了车祸,伤着腿了,需要手术。 为了减轻家里的压力,我就自己赚生活费。 努力学习赚奖学金,还拿了好几次国家奖学金。 课余时间去兼职,啥都做过,服务员,联通的业务员。 去银行实习了一段时间。 后来给公众号写历史科普文章,写影评。 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线上教育老师,做过导游。 我们课排的不是很满,最多一天也就三节大课。 兼职放在下午和晚上,我经常咒出夜归的。 所以和室友们的关系就不怎么亲切。 毕业没什么职业规划,就是要考研,目标是浙江的一所双一流院校。 复习的时候我也挺开心的,当时应聘了图书馆理员,我有自己的工位。 不用早起去图书馆抢作,每个月还能领200块助学金。 我当时过线20分,但那年太卷了,没进复试。 想着调剂吧,报考的院校复试线出来的晚。 等到要调剂的时候其他院校不着了。 考研失败,我在家待了半年。 心态还好,经历过高考失利。 我人已经麻了,也就难受两天,然后找工作。 2020年,工作不好找,投的简历大多没有回音。 在家里,我最怕我妈安慰我。 我挺敏感的,看到她脸上的愁容,我更难受。 年底,我来到济南,在一家新闻网站做记者。 三,被财美敢告诉家人。 刚开始我挺有干净的,刚来就接手了一个项目。 出杂志,做人物报道。 两个多月几乎跑遍了济南大大小小的地方。 采访了三十多个知名人士,一个月光记下都能过万。 我喜欢出去采访,而且共情能力特别强。 印象最深的是在医院做一体捐献的选题。 记得有次一个小女孩没有抢救过来。 我哭得可伤心了。 项目做完之后,我被调到视频部,做剪辑。 可能我的视频流量太低,半年之后又被调岗了。 开始写一些网页新闻。 那段时间我也想过跳槽, 可媒体本来招人就少。 我专业还不对口,难上加难。 好不容易我过了一家电视台的比试,面试。 就差最后体检了,对方打电话说人招满了。 就是很气人。 爸妈对我的工作一直都不满意, 不是公务员,没有编制。 不是铁翻碗, 他们一直觉得我是无业游民。 我妈现在还一直想让我考教师。 今年十月,我爸所在的公司倒闭了。 他是建筑工人,失业之后一直在家。 我妈六十岁了,年轻的时候做生意挣钱。 结婚完,现在在老家做一些裁缝活。 我弟今年考研,听他说估计考不上。 也就是说,现在家里挣钱的只有我妈。 我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总是骂我爸,她脾气暴躁。 天天催我爸出去找活干。 被裁之后,我没把这消息告诉我妈。 也不知道怎么开口,准备等找到新工作再说吧。 那月二十五,我回家了,买了点酒,营养品,说是单位发的。 我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,有点自卑,觉得自己好努力。 也算优秀,但得到的结果总是不如人愿。 但我会天天给自己洗脑,要积极地面对生活。 我现在比较迷茫,没想到之后会做什么工作。 所以尽量把自己卑微到城安里,什么企业都投,什么公司都可以。 因为你在最底下的时候抬头看天,才发现天空是很辽阔的,有很多供你选择。